老外常常写出来的很长的英文句子 长句 可是为什么我们就写不出来 很生气 恨铁不成钢 也觉得失望 不可能 是不是很羡慕老外写的英文句子好长啊 好复杂 好深奥 好羡慕啊 是不是很欺慕我们自己 写的英文句子好短啊 好简单啊 好浅啊 又常有错误 还有词不达意等等 可是很多人想啊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吗 因为英文是美国人 英国人 当然也包括加拿大 澳洲 纽西兰等等 他们的母语嘛 可是也不一定是这样子 因为有一些英文程度好的 不管是中国人 台湾人 香港人 新加坡人 他们也可以写出比较长 比较复杂的英文句子 可是英文不上母语 他们不JBC啊 也不见得在欧美住很多年时间 有的是自修 有的对英文有兴趣 有的受过训练等等 他们不见得在欧美国家住了很久时间 一样 也可以讲 讲得也不错 翻译也蛮标准 也可以写出长句 蛮复杂的 可以 我们多数人改变不了英文不是我们母语的事实 我们多数人也不太可能常出欧美 甚至身边也不太可能 有很多老外随时我们有机会跟他沟通 你跟他沟通也没用 你只是能够跟他沟通 你也不一定能写出英文长句 但是啊 重点是只要方法对了 我们也可以做得到 所谓 中国一个成语 像象本无种人而当自强 为何我们多数人写不出英文的长句 因为一开始 我们从第一天学英文 不管国中国小 第一天就开始错 错很多 其中这个也是 因为一开始我们就没有英文长句的观念 或是从来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 所以有时候是 不是做不到 是不知道 没受过训练 也没尝试 那就当然做不到 做不到 比如说不可能 我们不是老外 就是一厢情烈的想法 一个很简单的现象 就是我们在国小或者国中 刚开始学习英文的时候 老师课本会说 英文句子是由主词 动词 受词等等组成的 比如说很简单 I love you 或者是 I don't like you I live here He is my father I go to school every day 就是等等 都是简简单单的 没几个字 都是简简单单几个英文的单字的句子 好像这样子也很难写长 因为主词能有几个字 主词通常就一两个字而已 那不多 动词有几个字 通常一个字 当然有的时候 有万先士可能两个字 或者被动是两个字 也就一两个字 受词能有多长 也没有几个字 那稀里乎一个句子 能够写十个单字就不错了 哪里能够想老外 动不动给你写个 这个二三十个字 四五十个字 有的时候甚至更多 就是写不出来嘛 总词动词受词嘛 就没有几个字嘛 那怎么写几十个字 一百个字 那么只能写出短短的句子 好像是顺理成章事情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 错了嘛 就没有这样的观念 所以英文老师 在教小孩子的时候 当然小孩子一开始 不懂英文 没有错 一开始也教不了多少东西 可是要先有观念嘛 用中文讲观念 小孩子还是听得懂 不管国小国中嘛 你用中文讲 讲一些观念 他听得懂嘛 他先有正确的观念 再慢慢学嘛 这一 part就是没有观念 要稀里乎乎的学下去 突然之间学了五年 八年 十年 二十年 多少年才发现 哎 怎么不对 怎么一开始 没有这个观念 所以观念养成很难 但没有观念就没办法 如果我们脑袋转个弯 就是句子写不长嘛 可是脑袋转个弯 可不可以啊 把好几个句子连在一起 例如捷运啊 或者火车的美节车巷 不是也不长嘛 可是你看 高架啦 地铁啦 这个外面在跑火车啊 不是一长串嘛 像twin 火车叫twin twin本身就是很长的 系列的东西 也不是 一开始也不是火车啊 就像新娘的 婚纱的去吧 也可以用twin啊 所以twin就是连接在一起的东西嘛 只是我们一般认为是火车嘛 连接起来不就是一长串的嘛 你看火车捷运都是 都是车厢一节一节连接 就很长啊 差不多的概念 所以首先有连接词的观念 连接词 我们多数人啊 可能看不起英文中的连接词啊 可能我们重点是名词啊 动词啊 形容是副词 我接起词等等 不管英文八大词性 有了文法学家搞到十几个词性 甚至二十个以上都有了啊 就看你怎么分类了啊 但是连接词一般人看不起啊 因为 连接词一看就懂嘛 连接嘛 而且连接词的单字啊 好像也没有多少啊 没有好像没有多少个属于 连接词的单字啊 但这也不多嘛 他学问大了不得了啊 看呃 看起来就是连接词方法对的话 要了解它很容易 但是你如果用错误的方式 去了解连接词 就觉得复杂无比 大道之简之义嘛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事半功倍嘛 错的话就事倍功半嘛 我们多数人也不清楚吧 连接词可以小臂力大功 什么是连接词 顾名思义嘛 就是连接嘛 可是我们说连接啊 一位的名义啊 一位的西义啊 就连接词没什么学问嘛 不是这样子 它的功能大了去了 如果只是啊 连接啊 字跟字啊 甚至词跟词啊 也写不了什么大作用啊 还是句子写不长 可是啊 连接词有个特异功能 就是它可以连接句子 你说我这个句子啊 我只能写 这个句子能写九个句子 我另外也写了一个句子啊 八个 下一个七个 没关系嘛 比如说你三个句子连接起来啊 有二十四个单字 那二十四个单字也不少了啊 可是是三个句子 你把连成一个句子 那就二十三四个单字 那就更加长一点 你甚至可以把四个五个连接 哇 那个句子可以搞三十个单字 三十几个 那就长了嘛 所以 有的时候我帮一些人啊 就是有些人拜托我 叫我教他或者帮他改 所以 有时候我在教一些人英文啊 的时候 有两个 至少有两个东西啊 效果特别好 我的观念啊 我的感觉啊 经验 一个就是发音 比如说我曾经教过一个很年轻的啊 他程度一般啊 发音也不咋的啊 可是他要到国外啊 要游学啊 前面要先分班 看看那个 看他的级数啊 结果他分的还不错的班 可是那个 那外国人啊 就跟他说 其实你的程度不到啊 可是你的发音蛮好的 他觉得还不错了 当然跟老外比差多了 我问他说奇怪 他就说 因为我曾经教过他 特别集训 因为他出国前 我教了他几个礼拜 我说这几个礼拜 你的英文程度没办法 几个礼拜不够 但是 我们就 搞一个特异功能吧 就叫你发音 就是我那个视频啊 就是教英文发音的 那个比较简单嘛 就英文的一些 主要的一些 母音的组合 结果效果不错 另外一个效果蛮好的就是 就是我叫人家先写文章 先写作文吧 比如学生 他自己老师也回家写作业嘛 写作文 我说你写过来我看一看 结果改一改以后 我老师就吓死了 说这不可能自己写啦 怎么会这样子 就很简单嘛 比如说他一个作文 不管是三段四段五段 不管是二十个句子 还多少个句子 比如说我大概平均呢 我就把它三个句子 连成一个句子 那就每个句子变长了嘛 那就是老师在改整个作业的时候 大家都写端端 就他的特别长 他就吓一跳 因为你要功利 这两个特别会让人觉得惊艳 所以我教那个发音 这个大家会比较有感 还有把句子短句改成长句 大家有感 然后跟他讲什么原因 就连接词嘛 可以连接句子嘛 比如说 After they had finished the dinner They went to the movies 这句子也不长啊 可是它本来是两个句子 用连接词啊 After 这一般人搞不懂 After 它不接信词吗 就是说 连接词有他的学问 待会再讲 用连接词 After连接之后 整个句子看起来就长一点嘛 就稍微长一点嘛 那你说不够长啊 没关系 我后面又搞一个超长的 搞死你 又例如啊 Considering She's only been lonely for a year She's speak French very well 原本也是两个句子 用连接词 Considering 很多人也不知道 Consider是动词嘛 可是Considering 也是连接词啊 句子也变长一点 可是好像不够长嘛 那没关系嘛 前面这句子一段例子 我们就搞个长一点啊 下面这个句子够长了吧 一个句子 就是一个句子 就是它 第一个字母大写嘛 最后一个字 一个黑点嘛 就是一个句子 你看七行 多少个字超过五十个字吧 这是一个句子 我们看一下啊 We see that every language and culture druns than every end of this earth And because we have tasted better swell for civil war and segregation And emerge from the dark chapter stronger and more united We cannot help but believe that the old hatreds should someday pass That the lines of tribe shall seem dissolved That as the world grows smaller Our common humanity shall reveal itself And that America must play its road and archering in a new era of peace 这个出处啊 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就职演说 这假不了嘛 你说这个句子会不会有文法的问题啊 会不会吃不大意 不可能嘛 这个总统奥也说没问题嘛 当然不会是他 不一定他自己写啊 他有文档啊 把他写他可能看一看修改一下啊 这个句子这么长 你就 你就痛苦了啊 那后面改一下啊 这个里面啊 这个句子有红色字啊 就是连接词 有些连接词也可以两个字啊 一起啊 摆在一起也可以啊 一般是分开 你看and because and but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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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and that 这些都是连接词 就把它串成很长嘛 意思就是说啊 如果你没有这个观念啊 这个句子啊 可能本身是八个句子 比如七个八个九个六个 不管了 就大概七八个吧 至少七八个句子组合成一个句 就变长嘛 基本原理就这样子嘛 所以这个英文长句中 我用红色标示出来的英文单词 就是连接词 反正有人说 我那这样子可以学一学啊 英文句子写很常吓死人了 很多人羡慕啊 想学一下啊 聪明人看到这里就会说啊 怎么一个句子中有那么多连接词啊 当然可以 一个英文句子连接词啊 出现在一个句子里面出现次数 完全没有限制 孙悟空七十二变啊 你要一个句子摆七十二个连接词也可以啊 光是连接词七十二个字啊 那句子可能至少三五百个字啊 可以 就理论上来讲 你要一个句写一千个字也可以啊 当然没有人会干这个事情 因为写了自己都搞不清楚啊 所以你可以一直用 一直用连接词 没有限制啊 直到这个英文句子长度长到 自己都受不了维持 可以的没有问题的啊 就是第一个想要观念啊 第二个要稍微练习一下啊 慢慢掌握他的精神 结果曾经看过一个法律文件啊 有一个超级长的英文句子 只有六百个字啊 六百多个单字组成的 哇 我是看得懂 可是因为太长了 我就看到后面忘了前面了 太长了啊 可是他这样写啊 有炫耀的成分 但不管啊 反正就是 就是写出一个 一个长句 至于写这个长句 人自己会不会写到后面忘了前面 我也搞不清楚 我至少 我是看得懂 可是没办法 记不住啊 不要说看到后面 看到中间就忘了前面了 要反复的看 当然是律师他自己写 他写也很痛苦 可是因为是自己的东西嘛 他看很多文件 对他组合的起来 只是你隔一段时间 就要再去看自己写 他又看不太多 因为太长了吧 不是说一定要写那么长 就是我们要写个 三四十个英文的句子啊 不是很难 或者你不要写三四 写个二三十个单字的句子 一点都不难 重点是你有没有观念 你有没有少家练习 那至于说 有人说 那我想多看一点 多吸收一点 有关连接词的用法 在我一个频道 这个名称啊 频道蛮多的 忘记 反正标题就打我的名字 特殊文法 标题字样 就可以找到 里面很多了 大概是一百 一百多集吧 就完整介绍 当然特殊文法 不只讲连接词 还讲解析是什么 其中有一个是连接词 那至于英文长句 你说能不能找很多英文长句啊 让我自己挑战一下 有很多范例 跟如何破解 我每一个都像这样子 标出来去解释 就是另外一个频道 就是这个 标题有英文长句破解 这样字样 打我的名字 就很多 大概也是一百多篇了 那每一篇都是一个句子 五十个单字以上组成的 当然也不只是单纯的连接词 还有其他的 但是连接词主要的部分 简单说 要写出英文长句基本关联 就是把若干独立的句子 不管三个四个五个 七个八个十几个都一样 分解成若干的主句 跟子句 比如你把十个句子 组合成一个句子 可以吗 可是十个句子 也是句子 变成一个句 还是句子 怎么搞 就把它分解成 或者转化为主句跟子句 当然什么叫主句 什么叫 一般我们讲子句吧 主句比方比较少听到 这个一向才讲不清楚 在我其他的视频 也讲的蛮多的 不管了 你就当成很多子句吧 观念就是 不能省略叫主句 可以省略叫子句 那可以省略干嘛要呢 因为他说的比较清楚嘛 就是你一个句子啊 你要比如说把十个句子 组合成一个句子 那你也可以一个主句加九个子句啊 你也可以把它变成两个主句八个子句 你也可以三个主句七个子句啊 看你怎么去组合啊 看你怎么去结构它啊 所以你高兴 然后把它们连接起来组合成一个 一个完整的句子啊 就这么简单啊 讲起来简单啊 熟了以后就觉得不难啊 完全没观念 完全没练习到乃如登天啊 有观念啊 稍加练习还是一开始有点难啊 可是一回生二回熟嘛 学语言没有速成的 没有说啊你给我三分钟 我给你全世界没这回事 除了连接词啊 是写出英文长句的有效武器之外 能够充分运用补语 补语是另外一个东西 它的功能没有连接词那么大 但是比如连接词有八十分的功力吧 补语可能有六十分嘛 五十分嘛 也是很有用的武器啊 如果能够充分运用补语 则更能锦上添花 至于补语怎么回事啊 累了 这边不讲以后有机会再说 但是补语的一个基本观念啊 就是补语可以叫它补充用语嘛 就补充说明嘛 它可以补充说明很多东西嘛 比如说补充说明主词啊 动词受词啊 甚至补语本身等等 那本来主词就一个字两个字啊 动词一个字两个字啊 受词等等啊 三个字四个字啊 可是加上补充说明啊 它是怎么样的它 这个动作是怎么样的动作啊 受词是怎么样的受词哇 就补充啊 那么英文长句啊 不长也难吧 最后我们再看一个很长的英文句子啊 它出处是美国独立宣言 这个我就不标准 就自己去破解一下吧 啊 啊 因此,在人生中的一切, it becomes necessary for one people to dissolve the political bounds which have connected them with another, and to assume the mighty powers of the earth and separate an equal station to which the lost nature and the nature of God entitle them. A decent respect to the opinions of mankind requires that they should declare the causes which impale them to the separation. 所以我那个频道就是英文发音的,这个也教大家很多啊,就是碰到长句 你要怎么断句啊,你不可能一口气嘛,一口气念完很累嘛,也没这个能力嘛, 而且连接处也不顺,自己也累,也不太懂意思,人家听起来更累, 所以一定要断句啊,还有轻松缓急等等啊, 至于这个英文长句有哪些手法啊,意思就是哪些啊,是连接词啊, 各位看官就自己动脑子去参悟一下啊,所以我这一集是讲的一个大概啊, 就是讲一个观念,但是具体东西在我很多频道里面都是讲这些东西啊, 这是我三个啊,学习英文密集啊,英文发音不难啊,这两个啊,就是一般人可能觉得比较有用,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啊,像那个文法的,像连接词,长句这些都有啊, 只有一个是,不是教英文啊,只是保典看研究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啊, 老外可以写出英文长句,我们也可以,绝对可以,百分之百可以啊, 但是第一个,有没有过正确的观念,第二个,学习的方法对不对啊, 第三个花点时间去练习啊,就绝对可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写出比较长的句子啊, 这一集讲是